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去我房见他吧 失礼了 我跟他上去谈一下就下来 正好 钢村钟左可以把您的保证书说得清楚 你去吧 我们走吧 没人接 对的 试试看的 韩少爷家里头 好 欢迎光临 里边请 好好好 还是没人接 没有 好 我出去一会儿 您把店看好 好 来 冯英 坐吧 你要喝点酒吗 冯英 来坐啊 有什么事情 坐下来才好说不是吧 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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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难过啊 唐倩 说你跟他承认 杀了我父母 我要你亲口跟我承认 对 这个贱货 果真跑到你那儿去诬陷我去了 他是要我捧他 我不肯 他就说他要报复我 要让你恨我一辈子 冯英 他这种不要脸的女人胡说八道 你也信啊 要你捧他 那你干嘛派人把他打成那样 还逼他离开上海 他胡说八道啊 我当然得找人对付他了 冯英 你要相信我 我这么爱你 怎么可能杀你的爹娘呢 是何振飞干的 还何振飞 你嫁祸我给他 是要让他替你顶罪 还是害死他你好娶我 冯英啊你 我跟他 被你害得好惨 冯英 你冤枉我了 我是爱你的呀 别碰我 你叫我恶心 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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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我要杀你了 去我爹娘报仇 冯英 你冷静点 杀人是有偿命的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逃不了的 冯英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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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英 我想逃 杀人 我都寻不防来 冯英 你说 冯英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娘 我爹娘跟你有什么神仇大恨 你让他们死那么惨 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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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我啊 冯英 韩茂林 你还不承认 冯英 我承认 我说 我说 你听我说 我对不起你 冯英 我对不起你 冯英 我对不起你啊 冯英 你要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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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竟然敢杀我 告诉你 全都是我干的 要怪也只能怪你爹自己 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要不然你娘早让我带你去天津 我们俩早就成婚了 你放开我 是你那个王八蛋和郑妃 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管谁啊 你这个禽兽 你混蛋 贝比 窩衰 我一向对你有多好 我对你有多尊重 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完全不领情 你当我是什么 你当我是个屁 我这么多年的苦 我要你都还我呀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爱我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爱我一点呢 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爱我一点 你爹娘就不会白白的送命 你要是能爱我 我什么都能给你啊 放音 我为什么就是得不到你的心呢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今天不做正人君子了 我要定你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音 放音 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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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站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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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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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快把她抓走 她是来暗杀我们的 放开我 她杀了我爹娘 我要报仇为杀了她 她是抗日分子 她是来暗杀我 还有你呢 快把她抓走啊 把她抓回险兵队 我不是抗日分子 范茂林 你还我爹娘命来 你快把她带走啊 赶快带走 是 你们放开我 范茂林 放音 放音 你不是谁 凭什么乱抓人 严小姐 范茂林给我承认了 是她杀了我父母 范茂林 她是来刺杀我 跟庚村中府的 我当然得把她抓走 这儿是公公租金 你们日本人 可以随便乱抓人的吗 就是啊 快去报警啊 日本人和汉奸来抓人了 快 快点啊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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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话 连你也一块抓 走 凤亦 范茄茄 范茄茄茄 去 彩 officer 邱茄茄 Color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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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谢谢花老板 父母 凤银人呢 我等不到你电话 你们店里的人说你突然走了 要我等 我等等等等不来 凤银人呢 出什么事了 他给抓进虎口的日本仙兵队去了 韩茂林说他是抗人分子 叫日本人给抓去了 怎么回事 您说清楚点 他实在是忍受不了 就一个人去找韩茂林 要把他给杀了 因为 韩茂林 才是真正杀他父母的凶手 是他 是他 混蛋 要是我嫁给杀父凶手 那我便是禽兽了 我可以冒险相信你 但我不能冒险嫁给你 两条人命的杀人凶手 你怎么能放他走呢 我相信他没杀人 求您帮他走吧 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父母知仇不共戴天 你不想替父报仇 我还要替天行道 你杀人家父母 还抢走人家女儿 罪打恶极 难道你还想为罪前逃 我还想为罪 我还想为罪 你不想让他失败了 你不想让他失败了 我还想为罪 我知道了 好 那就请你 多费心再打听一下 看看还能知道些什么情况 好 好 好 我等你的电话 怎么样 还是不知道 他在日本姓名队里的情况 不过 真的是要拿他当抗日分子办了 这韩茂林真是害死他了 他人呢 在虹口的一家医院里 日本人把他藏起来 保护着 现在咱们赶快想想办法 找什么人出面 跟日本人解释清楚 赶快把封印给放了 日本人 他们是不会放人的 日本人又不是傻子 他们哪会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韩茂林现在是大汉奸 是日本人的走狗 她要为日本人做事 这么一丁点小事 日本人能不买她的账吗 你就说 凤英是凶多吉少了 那就快点想办法 日本人咱们是说不过去的 非得逼韩茂林放人 韩茂林他这个小汉奸 一定要找一个压得过他的大汉奸 可是我跟汉奸的势力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没关系 找关系 攀不关系啊 您就勉强点吧 我花彦霞就欠您这份大人情了 你别这么说 与你花彦霞有关的事情 我自然会尽力去办的 只是我交往的那些人 你应该知道是些什么人 我并不是推辞 我只想把话说在前面 关系我会去想的 你应该知道是些什么人 你应该知道是些什么人 我并不是推辞 只是要绕点路 不一定能成 我知道 我先感激您了 都说别吵了吗 是北平白小姐的电话 请您一定要接 知道了 你出去吧 是 走 走 行 走 走 走 对 走 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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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走 走 快走 你早点说 我北平还有些朋友 可以帮帮你的忙啊 这样吧 你一个人带着小孩 也别待在北平了 你就来上海吧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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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夏萍 我爹给他取的名字 老人家呀 很疼他的 我爹这一生 总算有个好收拾 我爹自己这么说的 气力桥修好了 我爹每天清早啊 就那么走一遭 跟我娘以前一样 走着走着 就走到妙庆安 拜拜佛 守着我娘的灵位 回来呀 就守着夏萍 老人家 总在能够想天伦了 总在能够想清福了 不过就是晚了些 老爹少了点 他想得开 他说 有了 就够了 我照他的意思 火化了之后 放在妙庆安我娘的灵旁 这样他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我爹说 人和人都是有缘分的 我们妇女的缘分 就这么一点 心不甘 又能怎么样呢 生离死别 我都尝过了 人生就这样吧 一切随缘来去 这世界上就是感情的事折磨人 我苦 我爹我娘苦 风云跟郑妃更苦 就是燕霞姐你好些 我也是苦过的 不藏定 还好 我这人比较想得开一些 过来就算了 你现在不也很好吗 对了 我来之前呀 去了趟钱老板那儿 问问看 有没有唐师傅的消息 他还好吗 我电话他还有吗 他听说 唐师傅人在西山 在西山的 不知道什么地方 当门房 当门房 他躲到西山去了 难怪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钱老板为什么不赶快告诉我 他也是前两天才听说的 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不就是找嘛 西山能有多大 我也是这么求他的 要不是我票买好了 着急过来 我就亲自去找了 我想 人有了下落 总是能找得到的 可是我心里担心着凤英啊 聂霞姐 聂老师跟我讲 凤英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我说出来 你可别担心啊 你可别担心啊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徐老板去说情的那个人 到底力够不够 还要等多久呢 他就是伪政府的周佛海周院长 不过 徐大才他没交情 根本说不上话 但是呢 他却认识周佛海外面的一个拼头 让他安排 我跟徐大才 跟周佛海搭的麻将 看能不能说上话 这路绕得也太远了吧 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 如果有门路的话 需要这么费事吗 所以说 云秋 你也别白担心了 凤英的事呢 就跟他自己的命 我们担心也是没用的 上海有头有脸的人 徐大才该找的也都找了 这汉奸呢 就肯定是跟汉奸一伙的 有谁愿意出来帮着说话呢 不是汉奸的 躲都来不及呢 谁愿意淌出浑水 本来呢 有一个人挺恰当的 而且跟徐大才又够交情 日本人也都想搭上的 可是他一听说 要跟日本人打交道 立刻白白拱手说再见 徐大才又不好再说下去了 其实呢 这个人你也认识的 就是挺喜欢听你唱戏的 那个姓杨的大亨呢 杨先生 杨先生人很好的 跟他说清楚 他不会不帮这个忙的 是啊 好人 这越是好人 越不理坏人呢 让他去跟日本人打交道 可能吗 这徐大才才开口说了两句 他哐哐就把脸给拉下了 徐大才也不好再说下去 抢人所难呢 再说 这徐大才也不会因为凤英 而伤了他跟杨大亨之间的交情 我又能怎么地呢 人家确实也帮了不少忙了 也不能说人家不尽力啊 杨先生不跟日本人汉奸打交道 那他怎么救凤英呢 他手底下有几家纺织厂 还有些石油厂什么的 人家经营的 可是民生实业 投资的是物资 当然是日本人极力争取的对象 这日本人跟汉奸 多少次上他家门呢 你想想 日本人求着要见他 他回头去找日本人难吗 他开着口去救个人 会难吗 您慢点啊 谢谢啊 您好 我叫白云秋 你们杨先生认识我的 麻烦你给通报医生 我有急事要找他 白小姐 不好意思 请您在门口等一下 我去问一问 好 白小姐 这边请 杨先生没想到是您 一时还吓了一跳 赶紧说快请快请呢 来 请 请坐 我已经打电话给施总了 你代表我去一趟 记住了别毛躁 仔细地谈过看过再签合约 好的 好 小爷 你跟着去 万一有什么事 你当场提醒他 好 别回来再跟我说 没有用的 赶快去吧 是 白小姐 坐坐坐 杨先生 白小姐真没想到 我还以为 你去北平登台了呢 哎呀 这话说已经有一年多了 是该回来了 今天你突然登门 你吓了我一跳 实在是太冒昧了 本来我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的 可是您这儿的住址好打听 电话实在是难问出来 可是我心里急 所以就冒昧 出了什么事了 我就是担心你 出了什么事 才突然来的 所以你吓了我一跳 怎么回事啊 谁去世了 我爹 我就是陪他回北平的 杨先生 我有一个干妹妹叫柳凤英 他被抓到日本租界的 宪兵队里去了 怎么回事啊 他想杀了他的杀父仇人 那个人是汉奸姓韩 叫韩茂林 他叫日本人逮捕了他 说他是抗日分子 他是被冤枉的 是不是在天风舞台 唱戏的那位 我不晓得是你的干妹妹 这件事 徐大才向我提及过 是 我知道 我也知道杨先生为难 可是我真的是 没有别的人可以求了 您知道吗 我跟他是结拜姐妹 知道这事之后 我急着从北平赶回来 刚回来 就听徐老板说 只有您才能办得到 所以就冒昧地来求您了 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徐大才 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打个电话 好 就走了 没有 还在外头 他事很急 我先打几个电话 问问情况 我是杨敬雄啊 四弟啊 我想问问啊 上次请托你 想来见我的那个徐会长 他跟日本人的关系 到底有多深呢 我想找鸿口日本宪兵队的关系 巫婶 叫老王备车 是 久等了 靖雄马上就出来 您好 您就是白云秋白老板吧 嗯 坐 别拘礼 一直就说 要我们家老爷 哪一天带我去看看您的戏呢 后来听说您回北平了 就没机会瞧瞧 今天倒是先见到本人了 杨夫人要是有兴致的话 等我再登台 送您几张票 看不看 我其实倒是无所谓的 您今儿个有事 改天我想单独跟您见个面 聊聊天好吗 杨夫人看得起我 是我的荣幸 是陪了 坐 杨先生 杨夫人 倒是很亲切随和的 白小姐 我刚才打了几个电话 我跟这个日本人 还有这些伪政府的人 从来不来往的 我知道杨先生为难 我也知道您从来不跟那些 汉奸打交道的 只是这次我妹妹未在旦夕 我这也是硬着头皮来求您的 不不不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这件事你开了口 我一定设法 只是一时之间难以办到啊 要不这样 你先回去 我现在赶紧出去 要见一个人了解一些情况 一有消息 我马上让你知道 你还住在原来那个地方吗 燕霞别管也可以找到我 那好那好 我这就把我的住址跟电话 给杨先生留下来 那那就写在这儿吧 来 白小姐 你的字写得更好了 时有缓急 我就怠慢了 杨先生 请您受云秋一拜 别别别别 白小姐 你千万别这样啊 杨先生能仗义相助 沉秋感激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这人能不能救出来还凉说呢 说是连审都不审 就要枪决 所以我得快 枪决 你还不知道吗 我只知道他被关起来了 这是要枪决吗 这是还不知道时间 不过我想他的仇家 是怕他报仇 既然抓了他 自然不会放了他 我猜他们不会再拖了 所以得快 白小姐 白小姐 你没事吧 要不这样 你先歇着 坏过气来再说 不用了 杨先生 我求您去想想办法 我求求您 这样吧 我说路送你回家 我自己可以走 您去救救她 你想想办法 在车上啊 我还可以向你了解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你先坐吧 我马上就来 果然是个迷人的女人 有很特别的气质 难怪你能看得上她 我这关 她是过了 您要是收了她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别令外住 心被她占了 人可不能也被她占了 她不会再嫁人了 你大可放心 不可能的事 看 我不会向她开这个口的 真的 这真的想不到 韩茂林可真够狠的 我原以为她是真心爱 凤英的呢 没想到她却让她死 这人自私 有模样没人品 爱不到就恨之入骨 也太卑鄙了 麻烦你 那女人的电话 你再打打吧 她不会在家的 你试试看 好好好 怎么样 我说不在吗 她不是出去了 就是周佛海到边去了 这电话呀 就肯定不接了 这女人哪 是我以前舞厅的一个舞小姐 人红气娇 后来搭上了周佛海 就更目中无人了 我现在就一直在担心 她是故意避而不见 不接这个电话的 就是找到了她 恐怕也来不及了 现在就看杨敬雄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那你快点 问我们看杨老板 他那儿有没有什么眉目 最好不要 我跟他是老哥们了 你说我已经跟他开过口了 现在白云秋求他 我再跟上去这么一问 就好像我 在背后指使他 这既坏了我跟他的交情 也坏了他跟白云秋这段人情 我就说了嘛 他怎么忽然愿意 看起戏来的呢 我可告诉你啊 咱们白云秋 可是正经规矩的人 人家杨敬雄 也是正二八经的人 他要是能看上他 这不是好事吗 得了 这云秋这么年轻 那也得配呀 他那年纪呀 配我的差不多 你也太贪了点吧 你以为我还不知足吗 您是我的谁呀 我又是您的谁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把我给扯进去 韩茂林呢 现在人在哪儿 你怎么没给他 北平家里打电话问问 你问得好啊 我这电话一打去 一听是我 彭腾就挂了 问问谁呀 也是啊 这个韩茂林和姓仁的 一起盖了一个娱乐城 现在马上就要完工了 他们还有很多账面上的事 没有亲 不可能不见面的 我得马上吩咐手下 去盯着他 去盯着他 师傅 我打电话到盐香别馆 说你回来了 急死我了 怎么了 师傅 来 杨茂林找到了 小黄打电话说 跟着任老板 跟到天龙去的步 门口就停着 杨茂林的车 半小时以前的事 快 我怕去晚了 就让他给跑了 走 来 走 海舍爷 明天早上我就把票子打进去 至于何振飞呢 就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吧 好 我先走吧 再见 走 走 开车 还睡啊 韩茂林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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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臭 上个 混蛋 为什么要杀人父母 为什么 师父 师父不要 师父 师父 为什么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打电话给你们日本主子 造了封印 打了电话 我就能活 这丧心病狂的人渣 这丧心病狂 你陷害他 你还要害得死你 这混蛋 人渣你 他要是肯爱我 会弄成今天这样吗 他要是能爱我一点 我能忍得下心吗 我是死心啊 寒心啊 你不是要杀我吗 来啊 来啊 你和凤云都死了 我就安心啊 你去死吧 师父 他死了 他死了 封印怎么办 师父 他死了 快走啊 师父 走啊 走啊 师父 快走 快走 嗯 快走 杨先生 人 我交给你了 谢谢 我接你回家 啊 去叫门 啊 去叫门 下车吧 谢谢您了 杨老板 千万别说这个 啊 赶快回家吧 啊 你好 凤云啊 烟霞姐 哎呀 凤云 烟霞姐 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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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云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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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云 云丘 凤云 快快 云丘 凤云 凤云 你知道吗 云丘为了你特别要从北平赶过来呢 哎呦 哎呦 杨老板 真是 真是谢谢您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大清早呢 有人打电话给我 让我赶紧过去接人 这不就接回来了 好 先进屋吧 好的好的好的 云丘 云丘 没事的 回来就好 哎 请进啊 杨老板 好 云丘 招呼杨老板进来坐 哎 凤云 进来 进来啊 谢谢您 哎 总算不辱使命 人能平安回来就算不错了 杨先生 您的恩情云丘无以回报 啊 云丘惭愧 云丘感激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如果要谈回报 就一点意思没有了 不谈这个了 啊 赶快去看看你妹妹吧 啊 去吧 你知道吗 这些日子 我跟云丘 我们 好 云老板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坐 我说呢 真的是多亏杨老板 您面子大 一开口啊 日本人就放人了 好说好说 其实啊 我也没那么大的能耐 哪能啊 昨天呢 去找了几个人 都不肯插手 急得我呀 昨天夜里 应是去见那个 哦 就是抓他那个 日本忠祖 怎么说都不肯放人 他们呢 不单是要拉拢韩茂林 而且 是要做样子 给其他汉奸 其他人看 不管是真抗日分子 还是假抗日分子 办的柳小姐 就是要杀鸡儆猴 是威胁 是拉拢 韩茂林 是他们的人 没有为了拉拢我 得罪她的道理啊 那怎么 又把她给放了呢 昨天夜里 韩茂林 让人给暗杀了 总算 总算 好 好了 她死了不是更好吗 那就不能再害你了 可是我父母 还是冤呢 您知道是谁吗